大家好,剛才看見一則很有意思的消息 就是香港的電影演員影帝黃秋生 在網上發布了一則信息說是已經到台灣 已經被隔離了四天了 有一些台灣的網友就跟他互動 說黃嫂你乾脆不如申請移民台灣算了 黃秋生的回答居然是正在準備之中 黃秋生要移民台灣了 這個消息在台灣引起了網友的熱議 甚至是有一些台灣的政治人物都出來表態了 比如說向台灣立法委員黃定宇 就說歡迎黃先生移民台灣 黃秋生我相信大家都比較熟悉 他是華語電影圈的,是屬於大佬級的人物 他一共得過六次金像獎 其中有幾次是最佳男主角,還有幾次是最佳男配角 但是大陸的朋友有沒有注意到最近這幾年 黃秋生他的電影,他的電視 大家基本上看不見了 為什麼呢?因為中共把他給封殺了 中共把他封殺了之後呢 香港的那些電影公司,那些電視台 都不敢找他拍戲了 倒並不是說那些人都是親共的 而是那些人他們拍出了這個作品之後 一定要向大陸去發行才能賺得到錢 中共是挾持著這14億人來向香港的某一些議員 來向他們施加壓力 來向香港的娛樂界施加壓力 那麼為什麼中共要封殺黃秋生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2014年的時候 香港不是爆發了戰中運動嗎? 黃秋生公然的站出來 公開的站出來支持這場戰中運動 我相信香港演藝界的大多數人士 也是支持戰中運動的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公開的站出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公開的來為香港人發聲,因為這是要付出巨大的 經濟上的利益上的代價的 只有少數幾個像杜文哲、還有何韻詩、還有黃秋生 他們敢為了香港人的整體的利益 犧牲自己的一己利益 所以說這些人都是值得尊重的 黃秋生那是值得敬佩的 那他現在要申請移民臺灣 我相信臺灣一定會接受他 我希望臺灣能夠把這個程序再加快一點 讓他儘快的能夠成為中華民國的公民 講到這個香港人移民臺灣 我覺得現在是有一股非常大的這種需求 香港人現在稍微明白一點的人都知道 如果讓中共這麼搞下去 香港是沒有前途的,香港是會被搞垮的 香港之所以從一個小漁村能夠變成世界金融貿易中心 除了它的地理位置、人才的因素之外呢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制度基礎 香港的這個法治、香港人的自由 那是得到保障的 那現在中共繼續這麼搞下去 香港的法治就會蕩然無存 蕩然無存了之後 香港的它的優勢也就不在了 就會一步一步的沉淪下去 就會成為和中國大陸的很多城市一樣 變成一個中共統治下的一個普通的城市 所以香港人看不到這個前途 那麼現在就有很多香港人決定 用腳來投票、走路、移民 那麼移民到什麼地方呢? 歐美國家當然是一個選擇 但是最好的選擇實際上還是在臺灣 臺灣呢,它跟歐美比起來有幾個優勢 就是香港人移民到那個地方 他的生活習慣、他的語言都不需要有什麼改變 而且臺灣的氣候跟香港也是接近 而且臺灣還是亞洲的這個民主燈塔 他的民主制度是相當相當的成熟了 自由是相當有保障 這不正是香港人所追求的嘛 所以移民臺灣是香港人 應當是香港人的第一選擇 那麼現在臺灣對於香港移民 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接收 但是速度還是稍微太慢了一點 香港人現在想走的可能是有好幾十萬 甚至是幾百萬都有可能 那麼臺灣如果是加快這個移民的 這個審批的速度 香港有一大批的人才就會流向臺灣 香港一大批的資金就會流向臺灣 那我在臺灣呢,住過很長的一段時間 對臺灣人的心態有一點了解 我知道有些臺灣朋友可能還有一些顧慮 說實上我們臺灣這個地方這麼小 人口已經這麼多了,再吸收移民我們能夠處理得了嗎 大家放心一定處理得了的 大家要把這個賬算清楚 說到這個在移民問題上面算賬啊 那新加坡過去的那個總理李光耀 他是最精明的,是精算師 他不僅僅在政治上很厲害 在經濟上面在移民問題上面算賬啊 也是算得非常的精明 我記得97年之前香港有一波移民潮 那個時候香港人很多人對中共不放心 就準備移民 那個時候新加坡的李光耀就專門跑到香港去做宣傳 要香港人移民到新加坡 為此他還把新加坡的這個移民的門檻還降低了 專門為香港人降低了,為什麼呢? 那新加坡那是一個很小的國家 面積只有臺灣的六十分之一 那人口呢,他有臺灣的四分之一 那個時候他都敢大規模的大量的吸收香港的移民 為什麼呢?因為他知道吸收香港的移民 一點都不吃虧呀!我們剛才說了,香港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成就 他在文化上的這種擴張的能力比整個中國大陸都強 他在經濟上成為和紐約和倫敦並駕齊驅的世界金融中心 有地理位置上的因素,也有這個制度的因素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香港的人才非常多 香港他們接受的教育是英式的教育 是和國際接軌的香港人的因運能力也特別強 而且他們培養出一大批經濟界的、法律界的專業人士 這些專業人士對於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麼吸收移民,當年新加坡想吸收香港的移民 就是看中了這一批人,就是想把他們拉到新加坡去 那這個過程現在新加坡還在持續 還是不斷地有香港人移民到新加坡 當然新加坡這個國土面積實在是太小了 所以他的移民肯定是有一個限度的 肯定不可能吸收一下子吸收十幾萬、幾十萬香港的移民 但是台灣呢,台灣有啊,台灣比新加坡 跟新加坡比起來啊,他的國土面積那比新加坡大了很多 各方面的資源也多了很多 所以說台灣應當比新加坡在移民政策上面更加的激進 吸收了香港的這一批人呢 台灣是肯定會得到很多的好處的 台灣的這個將來跟國際經濟打交道的能力 會迅速的會得到提升 台灣的這個金融領域的經濟領域的能力 會得到迅速的提升 所以說我希望台灣在這方面多加考慮 那除了這個吸收香港的這一些精英人士 政治、經濟、文化界的精英人士之外 那香港絕大多數人不可能說一下子移民到台灣 香港現在民主派的人佔了大概百分之六十幾 不能夠讓這批人同時全部都移民到台灣 那是確實是接受不了,那怎麼辦呢 台灣還有一種辦法就是可以發放 中華民國海外國民的護照 就是比照英國、比照印度這些國家 發放海外國民護照 英國過去是日不落帝國殖民地遍及全球 後來他們收縮了,放棄了這些殖民地 但是他們不想徹底的斷絕和這些殖民地人民之間的關係 所以說搞了一個叫做BNO護照 大英帝國海外國民護照 很多香港人,大概有100多萬、200萬香港人 都拿到過這個護照 這個護照跟英國公民的護照是有區別的 持英國公民護照的人 他們有投票權、有選舉權 在英國永久居留的權利 但是拿海外國民護照的人不享受這個權利 他們享受什麼權利呢 他們到英國去了 不用簽證可以停留比較長的時間 其他國家的人到英國可能是停留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但是持BNO護照的人可以停留半年 不用簽證 這是第一個 那麼更重要的一個 就是 如果這些人在其他的國家在海外 遇到了麻煩,他們可以去向英國的當地的使領館去求助 他們得到英國政府的保護 那比如說 你香港人在某個國家旅行 比如說在中東去旅行 遇到麻煩了 像這次疫情當中 突然遇到疫情了 要去向政府求助 向誰求助呢 他去向中國政府求助 中國政府會管他們嗎 中國政府會說 你這是要千里投毒啊 滾 但是呢 英國政府會管他們 所以說這就增加了 英國政府和這些 殖民地居民之間的這種聯繫 大家對於英國 自然就會有更多的好感 印度過去沒有殖民地 但是呢 他們過去上百年的時間 好多人 都是向海外大規模移民的 所以印度在全世界各地 都有他們這個印譽的這些居民 那這些居民呢 印度政府 政府也不想放棄他們 就給他們發海外國民護照 這些人無論在天涯海角 但是和他們的這個母國 和印度總是保留著 一份的這個聯繫 一個很緊密的聯繫 那現在呢海外的華人也是非常多 加起來可能有幾千萬 那這些華人 有一些很多在西方民主國家 還有很多世界各地的 他們總是有一個這個尋根的這樣的一種心態 那麼這個根讓他們尋到哪裡去呢 現在中國大陸本來是他們的根 但是呢大陸被共產黨統治者 大家很多人對共產黨沒有好感 沒有這種認同感 那現在還有一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應當把這個當作他們的根 怎麼樣 來加強他們和中華民國的這個聯繫呢 就是發放海外護照 發放海外護照對台灣有幾個方面的好處 第一個呢 是可以 幫助台灣擴展外交空間 大家想想這麼幾千萬的華人在世界各地 這些人如果拿到了台灣的這個 中華民國海外國民的護照 那他自然的就會幫台灣來講話 當中共在各國搞大外宣的時候 在各國搞滲透的時候 碰見了這些人 他們就碰到釘子了 他們就會撞牆 因為這些人他是認同台灣的 是認同中華民國的 自然就會對中共說怒 而且這些人當中很多人 他在當地的這個政界 在經濟界 在文化界 可能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他們會影響當地的政府的決策 現在的台灣和中共爭奪外交空間 拼外交 主要是針對著當地的各國的這些政府首腦 這些政府首腦呢 很多都是無恥好利之徒 中共給他們多點錢 他們馬上就叛變了 馬上就倒向了中共 但是呢 如果是在當地 有這麼一批華人 是認同台灣 認同中華民國的 那麼這些政客要想倒向 他們多多少少都會受到一些牽制 所以這是有可能 是幫助台灣拓展外交空間的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可以增強台灣的 在國際貿易當中的這種聯繫 很多海外的華人都是做生意的 他們在做國際貿易的時候 如果是持有 中華民國海外國民的護照 那麼他們首先想到的 就是跟台灣做生意 自然的 這就會增加台灣的力量 經濟力量 即使是其中大部分人 在當地 政治上經濟上的影響力都很微弱 但是呢 他們總是要出國旅行的 那麼去什麼地方旅行呢 那就有很多選擇 如果是他們拿著 中華民國海外國民的護照 那麼第一選擇就是台灣 那去台灣 一住可能幾個星期 可能幾個月 都就會增加台灣的 旅遊業的收入 所以說無論怎麼說 發放這種護照 台灣是最大的得意者 現在中共在全世界進行滲透 進行大外宣打壓台灣 他們是花了大價錢的 他們是大量的撒幣的 台灣呢 要想跟他們比這個錢 那是比不過的 因為中共的錢 他們可以隨意的在國內搜掛 名指名高 所以每年他們可以在海外 用到幾百億美金來做這個工作 台灣沒有辦法 去在這方面和中共拼 所以只能是使巧利 那如果是發放了這個 中華民國海外國民的護照 這就是巧利呀 不花錢 甚至還可以賺錢 就能夠把幾千萬的 其中相當大一部分的 這些海外華人 拉到台灣這一邊來 那何樂而不為呢 今天呢 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